上次征集Q&A的时候看到一个评论求助 他说我是大学生 想买PS5 但是不想买显示器 想要用节约下来的预算买游戏 所以呢就想买一个200块钱以内的采集卡 但是不知道采集卡的延迟能不能接受 我相信他的情况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对于住宿舍的学生朋友来说 阻止你们买游戏主机最大的障碍就是爱学习 就是没有空间或者预算去买一个显示器 所以就开始看向采集卡这种神奇的设备 这期视频我买来了市面上的11款视频采集卡 用专业设备测试了他们的延迟数据和软件体验 这里面皆有Elgato的SD60X 也有淘宝销量冠军 开评就是你好百万主播 还挺客气的 还有20块钱不知道什么品牌的 连输入和输出都写错了 这玩意儿真的能用吗 总之这里基本涵盖了主流消费级采集卡的价位 正好现在刚开学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尽量省一点压岁钱 采集卡原本最常见的用途 是给主播用来录制主机游戏的画面的 偶尔也会用来接相机 采集卡会劫持游戏机发出的信号 然后传输给电脑 电脑可以把它直播出去 录制下来或者只是简单的显示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砍掉这个输送给电视 学名叫做还出的过程 直接用电脑带个采集卡去接各种游戏机 只用它来显示游戏画面 这不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显示器了 iPad也是一样 iPadOS 17更新了对USB摄像头的支持 好多采集卡也一起支持了 考虑到大家的笔记本 iPad 屏幕素质也比便宜的显示器要好 而且自带电池 断电也能用 这样就 一举三得了 真的是这样吗 先说结论 采集卡确实水很深 但是便宜又好用的采集卡是存在的 然后来看本次测试的候选人 他们分别是 20块钱的淘宝杂牌采集卡 海贝斯的MS2130采集卡 绿巨能的USB300采集卡 带还出和不带还出各一个 圆钢GC311采集卡 圆钢GC553采集卡 Genki Shadowcast 1代和2代 阿卡西斯009Air Elgato Camlink Elgato HD60X 当然还有更贵的 但就不如直接买显示器了 首先要确定我们需要的分辨率和帧率 采集卡的分辨率和刷新率参数 比显示器行业要落后很多 这次比较的候选卡里 贵一点可以支持到4K30或者2K60 4K60的就更稀少 一般还会附带一些更专业的功能 考虑到我们现在的需求只是代替显示器 其他的都不是重点 所以1080P60就是性价比更好的选择 其次要考虑支持的系统 以前很多采集卡都需要在电脑上 安装非常专门的驱动软件 几乎代表只支持Windows 所以我们要尽量找免驱动的 或者是UVC驱动的 UVC原本是一种非常通用的USB摄像头软件 包含在操作系统里 Mac Linux甚至iPadOS都支持 后来有些采集卡厂发现 只要让电脑觉得自己的采集卡 只是一个USB摄像头 那好多软件支持起来就特别简单 于是就开始使用这种驱动了 然后就是最重要的延迟 采集卡在信号转换处理再到传输的整个过程中 会引入非常多的延迟 而如果要代替显示器 延迟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 所以在延迟测试上我们花了最多的功夫 多个采集卡 多种平台 不同软件 组成了一整个测试的矩阵 一共测了200多次 得出了80个测试数据 这还不留个三连 仪器就是用的这个米老鼠配色的东西 结果可以精确到0.1毫秒 我们先来看一下 Windows上面的测试结果 别说这差别还蛮大的 延迟最高的有100多毫秒 最低的只有30多 如果把它们分成三个梯队 大概就是这样 40毫秒以下 玩大部分的游戏 延迟的感受是不怎么明显的 50到60 属于能感受到一点点 但还是能玩 延迟到了90 甚至过百 效果大概就是这样的 这个陀螺仪一点都不跟手 奎托斯的手柄 各打各的了 属于是 最差的这三个 延迟都在100毫秒左右 它们都使用的是USB2.0的接口 带宽成了瓶颈 Genki的这个主打的就是玩游戏 但其实延迟还不如20块包邮的 两个延迟只有30毫秒的 果然是最贵的两个 HD60X和GC553价格都超过了1000 如果钱不是问题 只是空间受限 也不是不能考虑它们 这里真正的赢家是MS2130 延迟只有50毫秒左右 不是最好的 但是价格只要几十块 我这个是海卑斯的 买来的时候是86块 我也有搜到更便宜的 比如说56块的 Zen USB3.0 Zen 1080p60采集 实际用起来感觉不到特别明显的延迟 低人车设计游戏也算还能玩 只要别PVP就行 这个价格就算是有什么售后和做工的缺点 可能也不太重要 MS2130之所以价格这么低 是因为它其实并不是某一个品牌的产品 而是一套开源的解决方案 淘宝上有很多基于这个方案做的套壳产品 价格都不高 甚至还有人把它做成了 看完硬件 我们再来看看软件 来自主机的视频信号 被采气卡解码完了之后 需要在电脑上的软件渲染出来 这个过程虽然对电脑性能要求不怎么高 但是对软件的优化还是有点要求的 虽然你打开Windows的相机软件 也能看见画面 但是用专门的软件就能获得更好的效果 PC上值得使用的软件有两个 OBS和Port Player 这两个软件的延迟表现差别不大 取舍主要看你需要什么功能 OBS是一个专业的开源直播录制软件 界面比较复杂 功能也很强大 可以只用它的预览画面玩游戏 Port Player是一个视频播放器 操作就很简单了 不管你选哪一个软件 你都需要注意采集卡的视频格式设置 要选择压缩更小的格式 YOY2或者MV12 千万不要选MJPEG 看完Windows 我们再来看看iPad iPadOS 17里给iPad新增了USB摄像头的支持 所以四舍五入 UVC的采集卡现在也支持了 这是所有更新里面我最喜欢的功能了 因为iPad屏幕素质好 发热量小 续航好 而且没有键盘 非常便携 要是多了HDMI的输入 简直就能变成最强便携屏 就看延迟了 iPad里面我测试了我手头的三个 2018年的iPad Pro iPad mini 6 还有一台M1芯片的iPad Air 采集卡的延迟表现 排名和之前基本一样 但是在不同的iPad之间延迟数据差距很大 iPad Pro是延迟最小的 MS2130延迟670毫秒 但性能更强的M1 iPad Air 却平均比区区A12X的iPad Pro 慢个10到15毫秒左右 同样 A15 Biomic的iPad mini 6表现更差 大多数采集卡的延迟都到了90甚至100 即使是最快的采集卡 延迟也要70毫秒左右 同样的操作系统 同样的软件 性能更强 延迟却更大 这让我很费解 我猜测是iPad屏幕的刷新率 影响了显示的延迟 iPad Pro芯片弱 但屏幕刷新率是120Hz 在画面响应速度上更有优势 而iPad mini出了名的屏幕刷新很慢 在这里就雪上加霜 这个延迟基本这辈子就告别玩游戏了 至于iPad上的软件选择 我一共测试了四款 在这里决定推荐其中的两款 CAMO Studio和Monicon CAMO是延迟最小的 也是一个录制和直播软件 很强大 但是没中文 Monicon延迟稍大一点点 是个纯粹的代替显示器的软件 而且支持中文 界面也更友好 大家自行选择吧 最后 如果延迟不能接受 其实还是可以考虑便携屏的 这是我买来的一个200多的便携屏 这个价格应该是最低的一档了 实际用下来色彩是真的很拉胯 但延迟表现要比采集卡好不少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宿舍是上床下桌的 也有那种宿舍是只有一张床的 总之空间都是很拮据 相比专门买个显示器 采集卡这个方案可以省下不少空间 也可以躺在床上玩游戏 很适合住宿舍的大学生 还有刚刚工作的上班族 希望这期视频可以帮助大家省下一些些钱 然后去体验更多好玩的游戏 获得游戏的快乐 最后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不要忘记留下三连